KID 當罷後儘管工作忙碌 但還是經常會在網上 與粉絲們分享生活點滴 沒想到一向正面樂觀的她 是3日凌晨卻突然發文寫下 有一個白痴一直到處盜人是非 然後都會傳到當事人耳朵 真的是可憐 然後那個人看看自己 其實你才是最需要的 聽完在網上曝光後 不少網友們分分看不懂 認為KID好像話中有話 似乎是在跟某人喊話 寒間動物的舉動也讓不少網友下翻 而好友大怨看到後 也在底下留言卻白痴 似乎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也沒有多做說明 KID看到後則是在下面留言 秀下線 感覺心情還是十分憤怒 也在對於網上引起討論 幫助要和諒 還有一堆 如今 我會做事 離職